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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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默默啊 你是不是有病 我跟你在一起俩个多余游 你也碰我碰一下 我能怎么办啊 林默默 要怪就怪你自己挪不住能力 别在这里看 我的 狗男女 我让你们 后悔到 我的少年全是假 你写的故事是假 你珍藏的过去全是假 我并没有爱上他 你爱的少年人太狡猾 你爱的少年人太狡猾 把爱情变成几片的筹码 她才柔包围总要他 他太柔包围总要他 没有什么坚固不还 一碰一刹 摔天是干净的吗 放心 已经捡打过绝对干净 我已经捡打过绝对 我还能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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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it say it's way it's just saying it saying it's way it uh huh huhhuh i wanna stop until you say it say it's just saying it 诶小姐怎么你里面人不是你啊 快把门给我打开啊 不 哎呦 还不快把这女人给我拖出去 盯紧她 如果她有怀孕的话 来求求你 一二三 加油 这快出来了 加油 加油 这快出来了 加油 这快出来了 好 恭喜你小姐是个男孩 让我看看她 你们什么人闭嘴 我可让你见不到明天太阳 哈哈 小姐 孩子生下来了 是个男孩 这孩子们刚生出来皱爸爸 看似 刚生下来的孩子都这样 不好 少爷已经过来了 那还等什么呀 快带我回病房啊 走啊 他还没吃 还没吃 还带我给我 还帮我孩子帮给我 快快带我干雷子 廷春你来了 廷春你看 你们的孩子长得多像你啊 廷春 那等于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了 结婚 你是谁 我的孩子在哪 我的孩子还没有 云小姐 一场误会 那孩子本来就不属于你 你在说什么鬼话 这卡上有两千万 作为你怀胎十月的补偿 孩子 就归我们家少爷 你们家少爷 那天晚上 你们到底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啊 云小姐 你最好不要打听我们家少爷的身份 因为 他是你惹不起的人 我不要你的手心 把孩子帮给我好不好 把孩子帮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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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不敢回答 李医生 李医生 过好了 这个衣服 运不动的 还有一个 想我吗 你还有遗憾吗 为什么不说话 我真讨厌着她 学会了隐藏自己情绪的办法 你出来了 李总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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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李总儿子当后妈呀 李总 小少爷又闹起来了 一整天没吃饭 你看 要不回老宅看看 怎么现在才说 咱们才刚回国 你又一直在忙着处理文件的事 我也没想到小少爷会饿一整天 但是 我给小少爷准备了这个 你看 叔叔 这是我的巧克力 哎 什么用 这个小家伙 为什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叔叔 你要是想吃巧克力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买哦 我没有做到分你了 你很喜欢这个牌子的巧克力吗 是啊 叔叔也喜欢吗 叔叔不喜欢 但是 叔叔家的小哥哥很喜欢 哦 我给他买了很多 可是妈咪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可是这样就可以了 嗯 可是这样就可以了 除了小少爷 从没见过少爷 对别的小孩这么意外啊 叔叔叔 叔叔 你欠不欠老婆 哎 你要不要考虑我妈咪 二十四岁 身高一米六三 写装四十五公斤 长得很漂亮的 这小朋友 这小朋友给他妈妈相亲来了 哈哈 乖 以后不要乱跑啊 叔叔不缺老婆 你快回去吧 不要妈妈担心 对 不是叫你原地别动吗 怎么又乱跑啊 怎么回事 妈咪别打听我假批 我去险影像 不醉 只有巧克力点了吗 我给你捡回来了 这盒巧克力哪来的呀 是一个好帅的叔叔送我的 这年头人犯的可多了 不要被人不服用的人骗了啊 嗯 妈咪的面试时间快到了 来你坐在这 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好不好 收到 星星一定保证乖乖坐着 嗯真乖 妈咪坐在那么久了 还得去靠我 给他找靠我好老婆 哎呀 可是不知道让你说叔叔叫什么 等一下等一下 I did it fall 乌烟的雨 偷偷转转 我还是一向喜欢你 每个是你的 都是我说不出口的 每个有雨 小姐这里是高管店的歌 啊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我面试我着急对不起 快 啊 嗯 那个 我 残酷了 你帮我一下 残酷了 别吵 别够 别吵 这个声音 现在后来 再一起 嗯 真的嗎 真的嗎 想什麼呢大白天的 啊 謝謝你 還挺帥的 這位小姐剛才您說要幹什麼事 我看您這是居心叵測想搭訕吧 嗯 你以為你就是人家 還搭訕 你看你就是夜店的 才能說起 啊 不認識 今天的面試我請你 等會立總親自來面試呢 不會吧 我聽說他是有兒子沒老婆 他来当面试官 他不是想给他儿子找个后妈吧 这立总听上去就是一把年纪 啤酒肚 秃头大叔 林默默 这是好死不死 看你资料了你是沃顿商学院毕业啊 出了点差错了 还没拿到别的 你这是信息造假 对不起立总 说我深刻不利 你只凭在德国米莱德酒店做过事 修改来我公司影片 出去 别再耍众小姐 连信息都作假的人 任何公司都不会用 你 够了 还有事 如果非要拿毕业证来判断一个人能力的话 我给你打个读怎么样 三个月 我在云堂酒店旗下工作三个月 保证每个月完成百分之十的利润 如果完成的话 云堂集团要有三倍工资的任务 并且你要想当歉 百分之十怎么可能 如果你没做到 没做到 那我就卖身给云堂三年 分文不取 任你这件 好 成交 明天是云堂集团十周年庆典 记得准时到 好的 没问题 小贝 回家吧 清新的速度做完了 妈咪也入职了 太好了 好 我们回家吧 走 原来的结婚有孩子了 哈哈 哈哈 莫莫 老姐不见了 莫莫 你瞧你 回来怎么也不跟我和阿泽说一声呀 没这个必要 天哪 莫莫 你不会在这儿当服务员吧 服务员怎么了 会躺躺正正的 总比有些人 咯咕哒哒哒 就会怎么办 莫莫 听说你在国外生了个孩子 结果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好可怜哪 就算阿泽不要你了 你也不能这么不自爱了 姐啊 别和她有这么废话 别着急嘛 我和莫莫好久没见了 还想跟她好好聊聊呢 莫莫 你会来的吧 下个月十八号 我一直期待着你给我当伴娘呢 嫁给我吧 你慢慢的情 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慢慢把我给你 人间我不要的就算 这戒指 也不知道换一个呀 你就这么选招下看 雨莫莫 你这种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我和阿泽是真爱 是吗柳泽 你敢昨天发誓吗 莫莫 你别跳过分 我还要感谢柳大少爷当年的布曲之恩 不然 我怎么看清楚你俩 狗男女的这些目 你 你 阿泽 阿泽 算了 莫莫这张嘴一直都这样 别说她一般计较了 要不是竟然心中宽广 这是 我给你没完 哇 这哥哥好帅啊 他好可爱呀 哥哥你的巧克力 哥哥这是送给我了吗 太好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巧克力 哥哥我们真有缘 谢谢帅哥哥 我叫小星星 你叫什么 大泽 你跟他分手的时候 不是给了他一大笔钱吗 眼看着我们要订婚了 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对 雨莫莫 当初你和我在一起 是我的用 乃是什么还给我了 可是阿泽 你看莫莫这身 也不像是缓得起的样子 听说她在国外有个孩子 要不我们 我警告你啊 别想打我女儿的主意 阿泽 她竟然打我 雨莫莫 我说餵她 你别人 还补凉 乖 你来 你妈 你是 寻闹 我 你 我 我 你 來人啊評評理啊 新疆酒店的服務員打贏了 完了好不容易得到這份工作 不能讓他給狗砸了 我問人開始鬧事 我怎麼突然哭了 這個阿姨比老巫婆好 爸爸能不能不娶老巫婆去 這個阿姨呀 整個是這樣的服務的 哎你放給他你幹什麼 爸爸 做了做了 小屁孩竟敢抓我們 這是我們雲堂的太子爺 誤會 誤會 都是誤會 不能要這些地方 先我都跑出來 小先生您就回家吧 哎 老婆拜拜 我住東這一切都是誤會議場 不跟你一輪計較 哦對了 我們的丁克葉呢 是要應酬到我跟他家裡邊 你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話 我可以给你借上几个和几个老头 正好啊 你带着那个拖油品不合适 那借什么老头 你就留着自己给你 你就是个破鞋 你还能找到什么好人 巧了 我男朋友啊 你家是鞋 帅气游戏 但是你不离婚宴 让我的前男友 我前恢复 我要去啊 啊 她这是顾忌厨师 余默默 你也太饥渴了吧 怎么见到个男人就往上铺啊 又想看我笑话 小宗 你来了 人家都说错好喜欢你 人家看都不看你 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啊 你这算找个演员 也得先跟人家把剧本对好吧 啊 老大 老大 这就我爸 大恩大德 不是他 找人演戏 人家都不搭你了 余默默 你也太丢人了 你觉得 她需要花多少钱 能请个球陪她演戏 你这身行后 一天五百吧 新海长 你看看手上那块表 一看就是假过 这块表 可是全球限量化手 全是就只有一块 就在那里面 你这小白脸 不过你做个西窗 就装主材了吧 我只表无数 你这块表 一看就是假的 厉总 这是待会儿活动庆典 您的致辞 厉总 就是那个 无数女人 想要做她孩子后妈的 那个厉总 秦阳 别被她骗了 现在啊 神骂骂我狗 都肯定我装厉总 我表哥啊 就是这酒店的经理 我现在啊 就叫她出来 余默默 你就等着 你跟这小白脸 一起被丢出去 哥 你开酒店大堂 你会冒充你老板 谁这么大胆 敢冒充厉总啊 哥 就是她 来人 给我扔出去 厉总 对不起啊 有你无助的玩意 滚 你们两个 是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找人把你们丢出去 啊 默默 没想到你真的攀上高枝了 那就欢迎你跟厉总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丁风典礼啊 走 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说的是 滚出去 厉总 你也用不着这么霸道吧 保安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进口死了吗 嗯 那个 你说话就说话 你别离我这么近了 这该死的女人 竟然能让我起反应了 明明已经五年没有了 厉总 一个年轻欣赏了她 那个厉害 客气 谢谢 你在电梯间勾引我的手 不比赛口的见面 嗯 那 只是一个意外呢 那今天你拿我当挡箭台 也是意外 嗯 对 对啊 嗯 我最后请告你们 如果你以后再同爱什么 我不介意提前结束你相遇的数据期 原来是假的 你摸过一个破鞋居然敢信你 雨昕你出事了 雨昕你出事了 怎么了 这顶能vip客房的小客人正闹着呢 不肯吃饭 现在房间里面一团糟 要是摔了一家出事了 就是我们酒店的责任了 吸入住的吗 算 算是吧 五岁 这年纪不大 脾气还挺大的 现在家里人不在 急着摔东西呢 家里人不在 像毒祸 走 哼 雨昕 你就等着 得罪了太子爷 被利总抱死了 孩子呢 刚刚把自己关起来了 您经理理理 你看怎么办 联系孩子的父母了吗 联系不上 到厨房把我蛋羹惹一下 找人把它说出来 嗯 就这么让他去啊 不然你去 我可不去 之前新来的厨师 不小心把太子爷惹恼了 到晚直接没了 况且 小太子爷今天陌生人就发狂 这下雨梦我 算是完蛋了 好可爱呀 要是那个孩子在我身边 应该也这么大了 怎么了小朋友 谁欺负你了 怎么小男子还力气这么大 咬了这么多东西 一定饿了吧 进来吧 你放这儿吧 你放这儿吧 哎呀 我肚子有点饿呀 能不能再吃点东西啊 哎呦 今天的蛋羹呀 特别嫩 小屁孩 饿得装不下去了吧 嗯 要不要给我点面子 尝一口 这是我自己做的哦 我们家妹妹特别爱吃 好吃吗 这个阿姨好漂亮好温柔啊 这个阿姨好漂亮好温柔啊 好啦 我们吃饱了 是不是才有力气发脾气啊 哎 那不理我的话 我就走了哦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陪你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陪你啊 爸爸坏了说话了去玩 这孩子好像真的不会说话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没有陪你不开心了 那等他回来以后我教育教育他好不好 那个你说话就说话 你别离我这么近啊 R almost i didn't notice ifikase i was to focus in all the tokens But one in the phone i shut the failure he fucked up breakfast 立总 立总 甘 你没事 四 啊 嗯 嗯 你是不是一个人在这特别孤单 哎这样吧 我们家有个小妹妹 我介绍你跟她一起认识认识啊 好不好 嗨 有点苦恨 嗯 妈咪这是你跟我生的哥哥吗 给我长得好像啊 你胡说啊 小家伙 你是不是也喜欢妹妹呀 妈咪 哥哥是说我和花一样漂亮吗 星星也觉得哥哥很帅哦 我带你去找他怎么样 你慢点 你等着我 又是那个想抢着我爸爸的老巫婆 回啊 我 你 没事了这个地方不用怕啊 啊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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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准备 快你救护车送云经理去医院 小事也追着云经理不刷手怎么办 你快带走 你出了事 谁能负责 快 把你奥的力度走 为什么突然这么心慌 听称 真的是你啊 我刚好在附近谈代言的事 什么事 嗯 前几天我去见爷爷了 他说 他说这几年你一个人带着小景环不容易 问你要不要把小景环送给他身边 不必了 爷爷也就是希望你可以早点结婚 给小景环一个完整的家庭嘛 你看我 李总 小少爷出车了 警方人呢 怎么样了 警方人呢 怎么样了 李总别担心 小少爷及时被工作人员救下来了 人被受伤 现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听车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你摸一样 他会不会就是我妈咪 警官 警官 竟然是他 这女人 竟然不要命的去救了景环 景环 今天的事情爸爸很抱歉 爸爸向你保证 以后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会送到 好不好 时间不早了 我们早点回来休息 好吧 景环 你今天是怎么了 应该是下着了 小景环 姨姨带你去吃晚餐 好不好 晚上跟你去吃晚餐好不好 还应该是下着了 平成 景环还这么小 你又那么忙 身边总该有个人照顾着的 要不今晚我就 你先回去吧 景环被刺杀的事情 我一定会扯上清 剑 坏我的好事 嗯 嗯 嗯 给一轩嘱咐一下 稍微少聊一下 明白 小姐 事情又不办得没什么问题 谁知道 就出了一个酒店经理 这么不识相 没关系 要真被刺死了 反倒还不好办事了 就这样 让婷辰心里有点后盼就好 这样 她才会去真的考虑结婚的事 那这孩子 暂时先别动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 爷爷 平日这孩子 肯定没看得起下 嗯 还有你走过一天气 啊真的我老也哄话了 老爷 听说年轻人 都喜欢在网上聊天 你 都喜欢在网上聊天 你 就这么办了 妈咪你醒了 小星星 你怎么来了 妈咪是不是睡了好久啊 人家看到哥哥开心嘛 放学就去酒店 想给你和哥哥一个惊喜 就听说你去医院了 吓死我了 抱歉 妈咪让你担心了 我还指望你养我嘛 臭丫头 养你可太费事了 养我才不费事呢 你去拿照像我这样 五岁就会做饭洗衣 干家务的天才女儿 好好好啊 那你以后养我好不好 进来吧 云小姐 这是我家少爷的意见心意 没事的 我的职作所在 不用客气 对了 少爷还吩咐了 云小姐受了伤 暂时不中去酒店上班了 等什么时候休息好了 觉得没问题了再去了 也行 这段时间 工资 奖金照发的 不上班 哪位少爷这么大本事啊 云堂酒店可是有规定的 并假不能超过三天 你们家少爷是 您不知道 我家少爷是 云堂酒店的CEO 您不认识 你是说那个小家伙是 利品 利总的儿子 你是说那个小家伙是 利品 利总的儿子 云小姐 舍命救了小少爷 利总给您放点价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要是还有什么事情的话 您尽管告诉我 上次给我巧克力的叔叔 竟然就是妈咪的老板 这个叔叔也急着找结婚对象 妈妈我出去了 你去哪儿啊 我去买冰淇淋 早上回来啊 你得给我带 妈咪 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莫莫 我的订婚宴 一定要带着利总来哦 我到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跑到这儿跟孙子相亲 你说我 像话吗 您亲自挑选的肯定不一样 算了 看在 存存子的份上 这次 我就喝出这把老脸了 老爷爷您好呀 老爷爷您是想找一个要么性格能力都还不错的 最好是 最好是很会照顾人的 是吗 真聪明 我觉得我妈咪是很符合条件的 哦 你看啊 我需要给我妈咪找个老公 你需要给你孙子找个老婆 看我这样 你就知道我妈咪很会照顾人的 对对对 哎 有你妈咪的照片吗 有的有的 我妈咪很漂亮的 哦 哈哈 三庭五眼端正 眉目清澈 还透着一股的降劲 先生 这姑娘面相不错 嗯 那就这么定了 改天 你再带我 去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老爷爷 要是我妈咪和您孙子在一起了 我以后肯定好好笑见您 哦 哈哈 小宝贝太可爱了 来来来 爷爷赏给你啊 来 好乖哦 哈哈 妈咪你怎么在这 妈咪你怎么在这 我来看看我的小猫咪 是不是说我吃冰激凌呢 让你听这好 确实故意的 这事就不好玩了 啊 孙子 爷爷 嗯 哎 姐姐请管家 我要吃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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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歇会儿吧 来 妈妈抱你 一二三 飞喽 哈哈 嘿嘿 妈咪我觉得你应该去上班了 干嘛 我才休息两天 你都拔皮啊 妈咪你要把握机会啊 什么机会啊 你们老板呀 又帅又有钱还单身 还带着一个帅气的小哥哥 公司里面肯定有很多漂亮阿姨 抢着追求她的 你再不努力的话 我以后怎么办 啊 你个臭丫头 你哪来那么多鬼点子的 你是怎么认识沐老板的 又没见过她 怎么知道她帅啊 嗯 我就是知道 我就让她给我当爸爸 哼 你不知道 丽亭生可是个大魔王 她会吃早饭的 你要让她当你爸爸吗 嗯 嗯 哈哈哈哈 师傅 这里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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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傅 这里这里 妈咪 妈咪 这个人还敢在背后骂我 不好意思 嗯 该死 刚才背后骂她的话 不会让她听见了吧 而且 小欣欣怎么会认识她呀 嗯 你怎么来了 妈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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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们见过的 立总 你们认识啊 妈咪 就是这个叔叔 那天送我巧克力的啦 这是你女儿 这是你女儿 她之前给我相亲来着 你是单亲妈妈 没有啊 她就是老跟她爸爸闹脾气 就出去跟我相亲了 小孩子探玩 淘气 在外面还是尽量让别人觉得心心有爸爸吧 她竟然结婚了 就是那天视频的妹妹好可爱 你说好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还不太自如 立总 那个松前的 你手要是还没好的话 不用着急回去上班 再多休息几天吧 她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看来订婚也有希望 妈咪说好了 明天就可以去上班啦 叔叔你坐 我去拿水果 哥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没想到这小女孩 竟然能治得了 紧怀的自闭症 你女儿挺活泼的 她呀 就是个精灵鬼 大家都挺喜欢她的 但我难得见她这么喜欢别人 看来跟小少也挺投缘呢 妈咪 妈咪 我可以和哥哥去玩一会儿吗 去吧 注意安全啊 易总 景恒不会说话这个事 是先天性的吗 抱歉啊 我问多了 那个 我是想说 宋秦燃的丁婚宴可不可以 你问的太多了 无关的事情 还是不要问的太多 比较好 这家伙真是听不懂人说话呀 看来得来点糖衣炮弹了 那这样吧 这顿饭送是我请您的 希望你那个 就是陪我去一下那个 不用了 景恒他不是不会说话 只是不想说 曾经他是个比谁都要聪明的孩子 是我没照顾好 这么看 丁婷生也挺可怜的 富可敌国 刚刚在上 却唯独这不好自己亲生的儿子 哎等等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哈哈我在这儿 哥哥你怎么了 哥哥哥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没有爸爸 你正好也没有妈妈 那他们要是在一起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照顾 喜欢 过来 哥哥这么喜欢我吗 你就让他坐在我妈咪旁边吧 我坐在这里就可以了 对了 景桓哥哥多大了 万一比我小呢 景桓今年五岁了 是在中秋节前一天生日 你呢 中秋节前一天 既然跟小星星是一天生日 那难道 是 好巧 好巧 小星星是快五岁了 妈咪你记错了 我已经五岁了 刚好高兴 黄哥哥是同一天生日哦 不会这么巧吧 可能 小星星 我们该回家了 不要嘛 我还要跟景桓哥哥再玩一会呢 云小心 叔叔快叫我 我妈咪叫我全名了好可怕 默默你怎么还没到啊 宴会马上开始了 看来是指望不上他了 宋庆然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可是听说 那个治疗效果的神手 祝医生会到场 还是得去试试运气 小孩子在一块热闹 多玩一会也没东西的 那个 那总 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 我还有事 秦然 当时我就觉得你是我们宿舍最漂亮的一个 你和柳泽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秦然 我听说这是柳泽 让意大利设计师专门给你做的 是不是价值五十多万啊 快让我摸摸 还好吧 五十万算什么呀 主要是这个设计师啊 一般人想请 都请不到 真好看 主心狼 怎么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啊 不会是林郑退缩了吧 我要说是的话 你信吗 默默 默默 你真的来了 哼 与默默 今天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个 大惊喜 你就等着把脸丢尽吧 我就知道你还在乎我 谁在乎你 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云默默 还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后自己也慌了 这儿都在乎我 我还以后她都已经在乎了 给你了 你还以后 我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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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要管 你这些年在国外 不知道跟多少人滚滚 大学都没有毕业 云家的名声啊 都被你败光喽 你早就不配做云家的人喽 莫莫 莫莫 你看你姐姐这么优秀 是云家的骄傲 你怎么就这么放大 败坏云家的名声呢 真小的 这云家两个女孩 差别竟然这么大 是 我没进修 还跟男人鬼混 不是照合你心意吗 没有人给你争家产了 你给你妈做梦都要相信 你自己下线 撕根堕落 还恶意传送我个妈妈 你简直 我毁不回去是我自己的事情 既然都不是一个妈生的 就不要当做姐姐一样 对我要五合六的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你那样小心思 谁看不出来的 你敢骂我 这云家二小姐 怎么这么着礼教 竟然敢和自己的姐姐这么说话 不要脸 好果不等到 云默默 有我在 云家你就永远都别想回 我很忙的 不像云家大小姐这么清闲 就忙着打算吧 六年前 我费尽心思不得去 为的就是要与默默 审败名列 让父亲厌恶她 失去继承人的资格 千算万算 却没想到那天晚上 竟然被她给跑了 这一跑 现在就是六年 父亲马上就要宣布继承了 她在这个时候回来 她到底是什么巨星 要抓紧时间找住一生了 默默 当初是我一直糊涂 但我真的还爱你啊 你别搞笑了 今天可是柳大少爷的丁恨宴 我是秦南四季默默 我知道你还爱我对不对 时尽过千 落子污秽 我告诉你啊 今天可都是老同学 别人看不起你 把自己一般笑了 默默 要不我们私奔吧 我表哥都告诉我 你和丽丽车不上的关系啊 阿泽 与默默你真是不要脸 我和阿泽都准备结婚了 你还来勾引她 我勾引她 我以为你没长脑子 看来眼睛也瞎了 你 别胡闹孙悉 这不都人看着呢 阿泽跟我说你不可来 要我别叫你了 我还说她小心眼呢 当初我们关系那么好 我们订婚你不可能不来祝福的对吧 当然了 好啊 还别跟她招待她 走了 急什么呀 宇默默 怎么你男朋友没跟你一块来呢 男朋友 谁啊 凤雅 你妹妹有男朋友的事没跟你说呀 像我妹妹这么随便的人 家都不回 谈恋爱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会跟我说 别的人不说就算了 那可是力庭称 云塘集团的总裁 别的人不说就算了 那可是力庭称 云塘集团的总裁 谁不知道 云塘集团总裁 力庭称不尽女色 他怎么可能和余默默这种 下届的女人吃了什么关系 我看是他瞎编的吧 这可是我听过天大的笑话了 力庭称怎么会看得上 余默默一个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人 力庭称啊 他心里只有那个大明星 景佳仁 这样啊 那默默你撒谎了呀 你不能因为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父亲 就攀扯力座呀 什么孩子 真是不要脸 人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廉词的女儿 真是家门不信 还敢说自己跟力庭有关系 真是撒谎 不要脸 我没有 还敢狡辩 我作为云家的长女 好好教训教训你 说的族佛才是长女 教训你 你也配 你敢诬蔑我 我看谁敢动我力庭称的女人 力庭称 我看谁敢动我力庭称的女人 力庭称 他怎么来了 表哥明明说他跟余默默不是那种关系 你你真的是厉总 是真的 不 你别误会 我只是 你什么意思 我没有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 你当了这么多人的面要动手打我的女人 你是什么意思 你的女人 她就是一个破鞋 闭嘴巴 你 还有你 现在下跪给他道歉 你敢让我给他下跪 不肯是吗 不肯是吗 那就让你们两家破产吧 力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默默 默默 看在我们这大学同学的份上 放我一马吧 到你了 到你了 云默默 你别以为你派上丽廷成你就可以背弃家族了 变总 还是算了吧 算了运行好不好 算了运行好不好 云默默这个贱人 贱跟丽廷生扯上关系 那岂不是踩到我头上 不行 我不允许 我一定要找到云默默在国外乱搞的证据 让丽廷生看清他的真面目 这种男人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 虽然没找到注意伤 不过被人护着的感觉 还是挺不错的 这些年 一个人带着信心 早就忘了被人护着是什么感觉了 丽总 刚才谢谢你啊 明知道人家不管好业 还不要去人家的名女 你这个人就是 又蠢又不安适 是是是 谁要娶得像我这样的女人 肯定嫁无名字 还好李总英明 一点都看不像我 又想花点 景桓今年五岁了 是在中秋节前一天生日 丽总 景桓的妈妈 不在你们身边吗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也想 给景桓倒好吗 如果景桓真的是我的儿子 那嫁给丽廷生 却能牧子团圆了 怎么 不行啊 你总可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那我又要是有点 受伤之散了 我真想办 真的 小骗子 也不知道 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 你爱过她吗 给你生儿子的那个女人 爱 我认她是谁我都不知道 景桓的出生 就是一个意外 那你能不能想过找她吗 我看得出来 景桓 需要一个妈妈 找 全世界都找了 可能是那个女人在刻意避开我吧 毕竟我当时和她说了 让她和景桓一辈子都不要见 她跟你很像 四位性格 爱抓人挠人的 如果她这辈子都不想见景桓的话 估计就是见不到了 永不相见 是啊 我怎么忘了 我签了协议 如果景桓真的是我的儿子 我就要跟她永不相见 你 刚刚说 想做结婚了好吗 嗨 那种 我开玩笑的 你忘了 你忘了 我的结婚有女儿了 这样子 云经理就应该好好在家里 替老公守针 不要在外面 跟她妈子 这种教会的事 不是事 你怎么 可恶的女人 每次聊不完 就种作没有事情了 结婚了 很好 这样的女人 不配给结婚到我吗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要先确定黎听琛 是不是当年那个男人 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要帮助的吗 你好 帮我看一下这条项链 的确是我们店盯制的 的确是我们店盯制的 真的吗 是你们店售出的 这是我们是首富丽江的传家宝 果然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景桓真的是我儿子 李廷春 就是那一夜的男人 他带走了我的儿子 而我现在 居然成了他的下属 我该怎么让景桓 回到我的身边 李廷春 绝对不会允许的 您好 跟我仿视一条 跟刚刚那女人 一模一样的笑脸 李廷春 你应该回家了 景桓 都是妈妈不好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以后妈妈 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努力不偿你 李总 那我们先走了 妈咪的进展怎么这么慢 还得去看我啊 你等一天你走吧 不走不走 不走不走嘛 你小心 你屁股是不是痒痒了 小星 小星你怎么了 小星这是怎么了 他应该笑笑逼饭 要不是我在熟悉人的丁婚宴上 我过来跟他吵架 我就找到助医生了 小星也不会这样 丁婚宴是为了幸福 今天晚上里面在这休息吧 让小星好休息一下 孩子还是需要一个爸爸 哎呀 哎呀小星星不舒服 你哪里不舒服 不舒服 要妈妈和叔叔亲亲才好 不是亲小星星呢 闹也闹完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先说 姐黄这个是什么意思 叔叔 我姐黄哥哥的意思是 你和妈咪一起睡 这两个小组织 姐算是一种 你走 出去吧 妈咪你答应好跟你叔叔一起睡的 为了防止你们跑跑你们睡中间吧 啊 哎哎 叫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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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不好意思啊 心情不要调皮 没事 这是警官一会儿 嗯 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见过你老公 你不回家 他连一条消息都没有 对你和孩子都这么不上心 你还要喝糖 嗯 我在考虑 你真的考虑离婚 当然是考虑怎么去父留子了 我的小警官 怎么才能回到我身边啊 呃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 你愿不愿 没心没味 以前不管爷爷怎么毕 我都不愿意结婚 现在终于有了想结婚的人 等等 静欢 小心 该起床了 爸你啊 没有 或许有了 或许有个母亲在身边 静欢才是幸福的 可惜云默默不可以 妈咪我吃好了 静欢你多吃点 都这么瘦了 都这么瘦了 喂 满园了吗 谢谢啊 妈咪 这是幼儿园的事啊 是呀 跑步有不可适的幼儿园 谢谢啊 周震啊 周震啊 你去帮云默默的女儿 安排一下幼儿园 虽然有缘五分 但为什么 还是想回他们 多做一点事 难道我爱上他了 是怎么可能 立总 那我们就先走了 哥哥 哥哥 下次见了 我们回家吧 果然 他们离开了 静欢就觉得孤单 孩子还是需要更多的陪伴 是 云默默说得对 还是要多关心静欢 哪怕工作啊 也尽量多配备她 知道了 再给幼儿园捐一栋楼 叮嘱校医一定要把 校船的药物全都配齐 还有 让代课老师也要 时刻注意小心的状态 我要去幼儿园 也跟小欣欣一样的幼儿园 静欢 幼儿园太乱了 你在家有老师教你 你不许去 静欢的自闭症还没治好 绝对不能把她送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 你不让我去 我再告诉曾爷爷 你是坏人 我要跟曾爷爷住 静欢 你让爸爸考虑一下 你先不要跟我闹 好吗 听车 听车 我打扰到你了吗 我给你和小静欢 带了午餐 结婚的话 也就她最合适了 你准备一下 等这一阵子忙完 就结婚吧 等这一阵子忙完 就结婚吧 听车 你说的是真的吗 怎么 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 还是你不愿意 不是的不是的 只是惊喜来得太突然 我太高兴了 静欢需要一个妈妈 在家里除了佣人以外 只有你和她最熟悉 你最合适 静欢 怎么了 静欢 怎么了 找到小了 怎么了静欢 哪里不输 静欢因为没办法表达自己想要输的话 所以才会发现 可是这样的发现 容易伤到别人 也伤到自己 静欢 不可以夹东西 哪知道说着点脾气 立总 立总 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这 平成 要不你先忙吧 静欢跟我挺让好的 让我试试 静欢 阿姨过来了 静欢 静欢 阿姨过来了 别害怕 别害怕 是阿姨 阿姨是不是告诉过 要欢迎 不可以乱打东西 我不能 iPad 它ord пойдて 也适合 没办法 静欢 尽管 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咪了 你要牢牢记住我说的话 要不然 妈咪就会生气 妈咪一生气 就会把你扔进黑黑的屋子里 里面全是虫子 爹地居然让这个老婆当我的妈咪 来 把手给妈咪 小哑巴就这么不听话是吧 小剑种这样敢咬我 小剑种这样敢咬我你干什么 宝贝你没事吧 啊不怕了 你为什么对他 我是他妈妈追着找你桌子 李平成要知道你这么对见 你还当不上丽家少奶茶吗 陈某某 我建议你不要多做 如果你乱说话的话 我可就不保证他的安全 你这五年就这么对待他的 他可是李平成的儿子 陈小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过是小孩子胡闹 我小惩大戒了一下 难道我做错了吗 他可是是个孩子 你这么对待他 我告诉你 那儿真空 多谢云小姐提醒了 你 再提醒你一下 我才是平成的女人 我才是平成的女人 而你 不过是一个小员工 你要是敢多嘴的话 我动动手指 捏死 李平成 你为什么想娶一个这么恶毒的女人 难道在你心里 你儿子都不重要了吗 景佳人 只要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你再伤害我儿子分毫 你该死 得想个办法让他永远闭嘴 嘉然你怎么在这儿 景环呢 先下手为强 丁臣 丁臣你终于回来了 怎 怎么了 景环他出事了 什么 让梦梦看看 没事吧 余梦梦 你好大的胆子 感动我的孩子 丽总 麻烦你把事情搞清楚 再来跟我定罪行吗 我知道你恨假 但麻烦他亮你自己的眼睛 别病急乱投影 可景环找个这么恶毒的红马 丁臣 他一个小员工居然敢打景环 是他打的 丁臣 你别不信我呀 他才认识景环多久 我可是从小看着景环长大的 余梦梦 我这是凑看你了 现在就给我滚 保安 说话呀 我知道你会说话的 啊 景环 景环 你说话 我记得很多说出来的 别怕 你可以说话的啊 说话呀 你别怕 你说话 你还敢吓唬景环 还 人呢 景环 景环 丁臣 有人会回答 难道真的错过来的 丁臣 你别生气 这事情传出去也不好看 要不 我去解决一下 我去解决一下 你 你 你瞎了一眼了 云翔姐这是要去哪啊 你瞎了一眼了 云翔姐这是要去哪啊 怎么是你啊 你杀人 就算我离开云塘了 我又一直盯着你呢 就想在伤害景环 这么有力气啊 给我打 啊 啊 那大人 就以为 开口指着你吗 啊 一个小哑巴 那什么指 景环 你一定可以的 妈妈相信你 爸爸坏 我 我有妈咪 景环 你还跟我说话了 景环 你是老老婆打我 什么 给我查一下景佳人在哪里 怎么这么关心他 想到他护妈 可惜 你没这个景 你想干什么啊 啊 总算解决这个大马 总算解决这个大马 羽毛毛 平春 啊 啊 啊 不不 没事 我来了 你会有事的 丁辰 丁辰 不是你看到这样的 丁辰你替我解释 交给警察 丁辰 我现在会问起 我是景环的妈妈 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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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 丁辰 你 是不是快死了 别胡说 你不会有事的 那你 怎么知道 孩子 我 什么孩子 莫玛 莫玛 别睡 莫玛 对不起 事物我错过来 没事 你走 我会弥补你的 不用 欣欣还在家等着 余默默 你 喂 知道了 照顾好净横 如果你不能好好爱护她的话 迟早有一天 她会离开你 怎么能把景环带回身边呢 这抢孩子也抢不过立天山呀 怎么才可以屈服 牛子 来了 来了 我们家不求 哎 云小姐是吗 我是南宝幼儿园的住管 我叫莫雅 今天来的市里云小青小朋友 入园前做一个例行交往 哦 你看 你好 哥 抱歉啊 我以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去那个幼儿园资格 云小姐 你放心 丽总都安排好了 丽总 嗯 云小姐 我想你可能还有一些顾虑 但是你放心 现在全国最好的儿科中医 祝春方大夫在我们学校任职 祝春方大夫 嗯 云小青小朋友的情况 我们也有了解一些 她呢 是哮喘方面的专家 要是啊 她在我们学校 也好有个保障 对不对 当初决定带小青回国 就是因为国外西医 没办法根治她的哮喘 冲着名医 祝春方大夫回来的 云女士 你要是还有什么想担心的 你可以让小朋友先入园体验一下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再退学 并且啊 我们是可以实名推荐你们 想去的其他学校的 怎么样 这样 非常谢谢你们了 慢走啊 丁董你交代事情办完了 哦 对 事情办得去丁盛团区手续 我们会好好照顾小朋友的 丁董你放心 虽然丁盛有很多臭毛病 但是她跟小星星认识 其实不久 就能跟她这么好 看来 雪原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伦本以为是她要求高 没想到是为了给云小青治病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就得了哮喘 云墨墨那个废物老公 是干什么吃的 要是我 她上次说有要离婚的想法 看来是什么事 查到了什么吗 云墨墨有个五岁的女儿 五岁 十六年前 那天晚上那个男人根本没有成功 那这个孩子是 那天晚上 云墨墨被下药后 就失踪了 和同一时间 李婷琛 送了一个就去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李婷琛当年找到待遇的母亲 就是梦 也就是说 李婷琛的那个孩子 师母也是那种 云墨墨 是李婷琛儿子的亲生母亲 那她岂不是以后永远都要踩到我头上 不 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那两个小孩 年纪 出生日期都一样 应该是那梦胎 云墨墨的女儿 也是李婷琛的孩子 只不过有痘痘 要不要想办法 一个不知嫌的女儿 还有孝丑 不要 还是儿子更知嫌 李婷琛当年只要儿子 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女儿 那婷琛现在知道 云墨墨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吗 应该是不知情的 要不然 金将来也不至于心里活动被搞掉 那就好 那就好 有什么办法 能让丽婷琛相信我们就是那个女儿 前段时间 我拿到了云墨墨墨去了住宝迪 渐进了一派下面 对于之后发现 是你写了谈在口 真是天助我呀 云墨墨 你这个贱子 没想到有一天也能帮助到我 去帮我委上一份亲自宣定 好 也不知道 那个女人喜不喜欢 不好意思 李总 你这项链哪来的 这 这是你的项链 这是我的项链 已经戴了六年了 哪来的 六年前 一个晚上在美心酒店 我喝醉了 是她 可为什么没有那种感觉 难道 李总你就是那天晚上那个人 难怪在宋奇连订婚宴上 我就觉得你特别熟悉 只不过 你是站在我妹妹身边 是 云墨墨的姐姐 你 你不记得我了 唉 说来也惭愧 我妹妹 在国内的时候私生活就混乱 在国外的时候 也不知道跟谁生了一个野孩子 我都不想承认 我有这么一个妹妹 她不是这种人 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吧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好 哎呀 六年前 云峰瑶是不是在美心酒店 啊 还有 拿她的头发和警察做一个亲自鉴定 立总 查到了 云峰瑶小姐 六年前确实出现在那间酒店 亲自鉴定 也确实为母子关心 为什么平平是这个时候 偏偏是她的姐姐 可是警官需要妈妈陪伴和照顾 我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私 原来云墨墨是警官的姨妈 所以警官才会很依赖她吧 通知云佳 我要和云凤瑶结婚 瑶瑶 你太给我们云佳长脸了 婷晨以后就是我女婿了 妈妈 婷晨还在呢 哎呀 同样都是云佳的女儿 瑶瑶 你就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哪像那个云墨墨 就是我们全家的耻辱 墨墨 我娶云凤瑶 只是因为她是警官的生命 不代表云佳可以跟丽佳承上关系 我不希望你们以后再说 云墨墨的坏坏 可怕有事 杨导 你可要当心云墨的那个祸害 这丽亭春明显对那个小贱人有意思 放心吧 妈妈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要去跟爷爷说结婚的事吗 我有点紧张 嗯 廷车 你看我今天这个衣服合适吗 你说爷爷会不会喜欢 还行 廷车 你觉得景恒会喜欢我吗 云晓溪 云晓溪不是我妹妹的女儿吗 怎么了 没怎么 我只是才知道 墨墨的女儿竟然有哮喘 墨墨平常生活不减点就算了 可怜孩子都得了病 别话太多了 你要做好的事情就是照顾好景恒 其他的事你不要做起来 看来丽亭春对于墨墨这个贱人 确实不一样 丽亭春这么快 就给你安排上药员了 这么快就主顿给你妈咪帮忙了 看来丞相不错嘛 多亏了老爷爷的帮忙 这小子挺不说话的 我再告诉你的秘密啊 丽亭春最近这人说啊 她想结婚了 看你是被你妈咪 爱也不能自罚咯 那老爷一样您在运复时 我妈咪有希望了 那必须的 老爷少爷带云小姐回来了 云小姐 怎么来的 只是入门空 丁老爷 今天回来了 正好 我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想法 喂 小新娘 我证明现在有点事啊 咱们以后再聊 好的 那爷爷再见 再见 哎呀 小新这孩子 我太喜欢他了 以后随着妈妈 嫁到我们家 我们家就可热了 哈喽哈哈最好 今晚就有个棒了 哈哈哈哈 老爷 爷爷好 放住你了啊 你干嘛呢 我带过来 他最近脾气不太好 就不带过来给你添赌的 能给我添赌的 只有你啊 你怎么就不称赞 给他找个妈妈照顾他呢 天天跟他用你待在一起 他的脾气能熬起来吗 以后眼神够顽固啊 全是你的责 爷爷 这是我认真考虑过的 您说的没错 既然您希望我结婚 那我就结婚了 那我就结婚了 你答应结婚了 所以 我带风瑶过来见你了 什么 你说你要跟他结婚 我不同意 云瑶是景桓的亲生母亲 既然您要我结婚 那就结 母亲 做个监定了 做过了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人都能整容 这建议就不能作假吗 到时候 如果发现是假的 你到哪里去找后悔呀 不能留下遗憾 而且 你考虑过景桓吗 景桓他愿意吗 这是考虑的就是景桓的男生 不可能 除非景桓 亲口对我说他愿意 否则 我是不会答应的 再说了 你跟他结婚 云末末怎么办 爷爷您怎么会知道云末末 难道云末末从头到尾 就是别有用心的接近话 管着我就是看好云末末 乃末末 去拿转 别义 穰 Black 叫他 这样啊 来 BOB 老师 你我 把我 还不 hinten 我 我 我 你 有 你 我 我 好了 我 小孩子心里他什么都懂 警官来 你爸爸刚才说 你想找个妈咪啦 小孩子哪里听懂这些 来警官到妈妈这边 你这话说的不对 小孩子心里他什么都懂 你用什么方式跟他交流 他就会这么成为了 是爷爷教训的是 我有个会注意的 像之前你对结婚那么不上心 那么现在也无人这么着急嘛 结婚不是想事 得方方面面考虑周全了 这样等再做了一次亲自鉴定 再说吧好吗 停 就是这边我跟天生结婚 老赵 你跟立总很久了吧 你给我出个主意呗 林小姐 不用担心 您不了解我们立总的脾气 老立总那边不足为虑 当年老立总逼着立总 结封生子才能够继承企业 立总就能够找陌生人生孩子 他这脾气谁也管不了 那我就放心了 怎么刚走了一个 绯闻女友又冒出一个未婚妻啊 真麻烦 你要是早跟我说的话 我就不让我妈咪去了 小星星 小星星 怎么还不睡觉啊 妈咪 我告诉你 你的坏消息你想听吗 你又吵过了 妈咪 我觉得你的二婚应该要吹了 二婚 我听说你们老板 黎叔叔要结婚了 除了景佳人 他还有结婚对象 真是够重要 妈咪 景黄哥哥有了后吗 妈妈还能经常见他吗 小星星啊 妈咪问你这件事情 如果丽婷称的新老婆对他不好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把景黄哥哥给抢出 抢回来 我们对他好 这是我的乖女儿 我倒要看看 丽婷称找的这个新老婆是什么人 要是不能对景黄好 我就偷偷把景黄带走 我要去找小星园的幼儿园喽 景黄跟小星果然是表情美 天真就不瞎心 小景黄在家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送他去幼儿园了 他在这个幼儿园有想见的人 我 不对 我是被景黄闹得偷疼才答应他的 可不是为了那个处心积虑的女人 人多一点 对他的会不会有帮 要是景黄喜欢的话 再给他添几个弟弟妹妹 不就有办了吗 我没有这个打算 有景黄一个就够了 走 只要结了婚 要不要孩子可不是你说了算 到时候这个小见种必须消失 给我的孩子铺路 景黄 你怎么在这啊 你怎么不高兴呢 原来景黄哥哥也在这里了 太好了 我以后照着你 妹妹 好巧呀 云峰瑶 你怎么在这 我是你们历总的婚妻 以后景黄的妈咪 你就是历廷春的结婚最像 是啊 没想到吧 廷春 她宁愿给景黄长个父妈 也不愿意要你这个亲吗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可多了呢 你不想要廷春知道的 我都知道 所以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少废话 阿姨 你再和我妈咪说想个悄悄话呢 小心 你爸爸呢 你爸爸 干坤是不要你的吧 你妈妈 这么多男人 干坤都不知道你爸是谁了 爸 坏女人 你当时还在那儿说什么呢 送你那家小姐 叫你 哎呀 妹妹别生气嘛 我也是为了外甥云好 以后呢 景黄都有爸妈了 小心呢 我也希望她有个完整的家庭 都二十一世纪了 谁说孩子爸爸就一定要在身边寸步不离啊 这是别人的姿势 停车 我就是有点好奇嘛 满保障的学校 也不是一般小孩能进来的 妹妹只不过是个实习生 她怎么能进来呢 肯定是外面的老公帮你的吧 这么好的老公 怎么也不带回来家看看呀 你怎么知道 小心不会连自己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吧 哎呀 妹妹这么好看的脸蛋 肯定有很多人愿意给你买单的 哦 对 妹妹之前在国外 那么多男人追你 肯定是外面的男人帮你的 别人怎么进的学校要跟你一报位吗 你想要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点 停车 我也是为了景黄好 毕竟学校太乱了也不好 不必了 你先回车上等我吧 我送景黄进去就行 走 停车 停车 云默默 你这个破鞋也敢高盘利矫 绝对不能让婷晨发现 云默默就是孩子的亲吗 景黄哥哥 他真的是你亲生妈咪吗 我怎么感觉 你们都不亲呢 还不如我妈咪呢 是吧 连你也觉得他不是你亲生妈咪 那你觉得我妈咪和你妈咪怎么样 喜欢妈咪 那太好了 你以后就是我哥哥了 厉总 云小姐 你看这边怎么样 我们这些小乐园能保证孩子安全吗 厉总 这下面铺设了软垫 放心 孩子在这里玩下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到外面杂草丛生的 万一小孩子探完跑到外面去 被毒虫咬了怎么 外面的草丛有脚踝高吗 真是没见过比丽廷辰更苛刻的家长了吧 丽廷辰这算是学险教练 只听说小孩子害怕上学 第一次看见大人 你还在紧张 总 我觉得还好吧 你是不是对警环的关心太过了 其实小猩猩以前被虫子咬过 她就会说 妈咪以后再捧这种漂亮的虫子了 其实有时候给孩子一点小教训 是利于他们成长的 厉总 我这儿云小姐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您不放心的话 我们马上安排人来处理 算了 就这样吧 如果后面警环出了任何问题 一定要及时联系我 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先带两个小朋友 回校长那天汇报了 值得 拜拜 拜拜 看来利总也是愿意听别人意见的 在你心里 我是一个专段独行 不听取任何意见的人 我可没说啊 利总你年轻有为 怎么可能是独到专系的暴徒呢 暴徒 我是说 你对警环的关心是不是过头了呀 小孩子嘛 其实也需要自己的空间的 是吗 小孩子受点伤 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 不就是为了过独一无二的生活的吗 你很会带孩子 还好的 利总啊 你就是关心则乱 你是不是因为 警方不会说话的事情 有点太紧张了 抱歉 我忘了 我都不能提到 你就当我没有说 我我时间到了 我现在就想办法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心事 警方不会不愿意开阔说话 不愿意开阔说话 什么意思啊 其实在警方两岁的时候 他就会说很多话 后来 发了一场高烧 医生诊断说 神经跟身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这是不能太过说话 说是 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 你这经受过什么 你这经受过什么 从那以后 我才真的认识到你 作为一名父亲 需要负责任 我当年因为跟爷爷赌气 轻率地让你的生命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却忘记了孩子 你需要爱和美乃 等我意识到了 你对他的爱 你先进去 难怪你那么紧张警方 是吧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咋开点吧 嗯 可怜我的小警方了 不过 他对父亲 你很自责 这个样子 不会是被我勾出 伤心是 快哭了吧 那个 一总 你玩过 当秋千 来 那个一总 你玩过 当秋千 来 这丽亭真光天欢日下 怎么就 都有威风期的人了 还这么 即可啊 啊 其实当秋千呢 可以让人忘记一切 你做好了啊 我推你好不好 你在吹我 你吹我你干什么 当秋千 啊 你这样 走 你开吹 你松手 怎么了嘛 我说过 我要在这里盗秋千了 我这不是替警方信息 而且 这玩具不都是给小朋友玩的吗 难道你没有陪警方玩过吗 啊 嗯 所以 这就是我在这里盗秋千的理由 刚刚光想着安慰他 脑子一冲 是 每一天都 天呐 说 不要 真的 实际 我也不肯 如果有人想钻什么空间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听不明白 贱人我是让你离提升远一点 我像你这样收回这句话 怎么心虚了 你打的什么算盘别扭 找平板狗 我打什么算盘 我可是立家小少爷的亲身母亲 说什么呢 云莫莫 听说云晓星有点重的孝顺 你这个当母亲的呀 走不了在外面害了什么人 害了自己的你 我确实说话考虑心 你敢动我的 人家不想念他 明晨你怎么出来了 有些事情耽搁了 我正好去酒店有些事情 你要不要暂时 没有了 想要快走 停车 听说我妹妹之前就过结婚 但是你对她也太好了吧 是吗 她女儿能上南保幼儿园 是你安排的吧 周震雪人的标准 真是越来越低了 下午你去财务领账 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立总 我不错了我 没没没 是我问的 我只是随口语问 你反应也太大了吧 你还说你不关心余莫莫 你没资格管 我只是觉得 我不关心你觉得什么 你可以走 你吃 这个余莫莫 真是个爱勾人的贱皮子 啊立总好 怎么公司服中穿在他身上就莫比好看 我在上的丝巾 是他自己费的 怎么 胸发歪了 没歪了 这次百年庆典也是集团一次宣传的好机会 你们提出的这些想法都太老套数旧了 还有人有新的想法吗 瞌睡虫 明经理觉得呢 明经理 白杨 任务师阳 明经理 刚才各位呢 都提出了对于百年庆典的自己的想法 你有什么好的点子吗 墨鱼被转爆了 呃 我 我想到了一点 但是肯定没有各位精精小的周到 再多点时间我 好好测化一下 我刚才看你一直在写字 粪笔记书的 应该是记录了很多东西 有非常多的灵魂在这里 呃 没有 我就是会议记录 没什么灵魂 写的什么 来来我看 当着这么多人面 总不能当众 不给老板面死吧 确实是会议的记录没写 对吧 我就是会议记录吗 写的不错啊 答应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这下全晚了 这女人竞感大伙似乌龟 以前我还真是忽视了云津鱼 一则把他按在秋仙上就得罪他了 这会儿画无尾又被逮个正着 这会儿出门没看黄历吗 我觉得这个中西结合的想法非常好 非常符合我们云塘集团 最初建设的这个理念 鲁鲁紫色的项目 需要云经理付责 别别别别别 不合适不合适 我那个 我刚来 我要得学习一下 经验可以练 但是好的点子练不出来 我想诸位也没分别 好 就这么定了 散会 哎呀 这种 干嘛 那个 你为什么让我负责这次 百年青年的策划 云经理是耳朵不好的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 你的设计理念 非常符合我们云塘集团的 最初的项目 哈哈 我当然知道了 就是归一记录 我那本 如果你让在座各位知道 你把他们画作了一只 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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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龟的话 你觉得你还能留在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周五你把策划你照给我 周五 有问题 喂 酒量好吗 没醉过 很好 今晚陪我许个饭区 打活凑 李总 要是百年青年顺利完成的话 云经理就能留下来了 这是我们在帮你一只乌龟 给我走 这丽亭琛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 就算他却只能风投无量 但毕竟也是个后期之秀 这么不怕我们这些老前辈放在眼里 看来今天 必须得给他的颜色看看 李总 他还真的不想和念念了 进去吧 啊 一会儿千万别沉下 你这架子也太大了 一点也不把我这些钱被放在眼里 不是 该自己把扫的 不好意思 记住了 没想到 你这架子也太大了 可能 那是 你这就 一个这样的 我 说 你这时候 我 帮我 还是好福气 不这样 既然能喝 你就多喝呀 再这么喝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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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活 嗯 不要活 嗯 你走 你放心 我 千倍不对 我今天 等你们喝茶 哟 这美人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我来陪你们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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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奔vers了 走 这个我知道吗 能不能喝 不是很能喝 哎 好21 噓 真美 這個大骨頭 我會真的醉了吧 都開始說胡話了 總 你幹嘛呀 你為什麼要撐槍 為什麼不聽話 我沒有撐槍 我就沒好 你為什麼 我多麼希望 對世紀畫面過去 希望你不是 你還是他不是 我我哪有勾引你 看 我的銷鑣 停在一段 我會被他發現了吧 有時候 我竟然希望 金環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我說怎麼可惜 這麼自私 停車 你在哪兒呢 是不是在看呢 又會惹出一身掃 別跑啊 停車 你怎麼喝這麼多 走 我送你回去 我走 夠難 停車 你喝這麼多 我送你回家吧 剛剛那個吻 就當貝克不要 停車 你今天喝多 我送你回去吧 我送你回去吧 這就是今晚難逢的好奇怪 沒有 我最難走 停車 少爺這次喝了多少酒啊 雲小姐麻煩你了 不用客氣 反正我要加入另一家了 我不照顧停車 誰照顧啊 這還沒你什麼事了 你先下去吧 啊 雲小姐你不回去嗎 可是少爺說你不能 聽不懂我說話嗎 我馬上就跟停車結婚了 我在自己家你也敢多嘴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雲小姐你照顧少爺吧 有什麼事叫我我先走了 停車 熱嗎 熱嗎 我幫你脫衣服 過了今晚 你就是我的了 小賤人真愛是 誰讓你進來的 滾出去 誰讓你進來的 小賤人 不要換我的事 否則的話說真的是你 哎呀你還敢打我 你不得了 您好 小帥你怎麼了 這 你怎麼在這 你 在你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誰啊 來這又是幹什麼 小小主人聽到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好多人就準備搶上來了 家裡那麼多用人就沒看著吧 你倒喝了多少酒啊 我這家東西 你說這個樣子 怎麼當酒館的吧 蓮燕 你誤會廷坤了 廷坤也是因為硬口 今天是經濟商會的酒櫃 廷坤他不是不行的 孩子都這個樣子 你一點都不著急 你是怎麼那麼輕嗎 我還穿住那屁 一個重奏親自監禮 一個重奏親自監禮 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 好 請問我怎麼樣了 請問你怎麼知道 先生你不能見先生 結婚這孩子啊 總小就做得太多了 這麼小的孩子 愛多大 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華人再怎麼頑皮也是有分寸的 怎麼會突然撞牆壁呢 是這樣的 我在家解決女窗的時候 突然聽到你們兩個 醫生小少爺出事了 我就 趕到客廳 就看到 小少爺躺在那裡 我是按照我 所有人都問了一遍 都說 小少爺出事的時候 沒人在捨 我想 他不要滑了一跤 放牆壁上去 把照顧警環的用人全都給我開了 全都換一批 以後這種事情 不許再發生 發言 龍舟 我們先回去給警環收拾點生無用警環 怎麼這麼慌了 媽咪媽咪出事了 警環哥哥撞到頭了 聽得很欺慌 警環 警環 你可千萬不能出事啊 警環 這是怎麼啦 你是 哦 我是雲嬌嬌 雲湯酒店的經理 啊 他跟我女兒是一個學校的 您是 我是准婚他真爷爷 利董 不好意思啊 梦没了 没事 请坐 哎 我对准婚提纯 他很喜欢 可能你怀疑 并不是传闻中的 那么可口不好说话呀 准婚怎么上成这样了 这孩子 从小没有妈妈照顾 有多病多灾的 那几天真喝得酒了 睡着了 准婚可梦 一个人自己在玩 我想先加油了 帮我走 我想满水之上 这人利平时不能照顾好他 那我带走准婚的计划 就跟他提前了 好在孩子会不得很快 不过他的固扯 要多喝去和云荡扑扑 因为今晚受伤 听着一路之下 把原来锁的你 都辞退了 心爱的你 我也不放心 他那个未婚妻 坐吃了 补下毒就不错了 没事 我周末有空 做点汤送过来 那太好了 麻烦您了 您小心 您别跟我客气 我跟锦桓一孙投缘 这点事算什么 对不起锦桓 都是妈咪不好 这么多年都不在你身边 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你怎么在这儿 我听说锦桓生病了 我来看看 听说 凌晨两点 你从哪儿听说了 锦桓出事的消息 才过了一个小时 你就到了医院 你到底有什么举行 现在是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你儿子还在病床上躺着呢 你来质疑我 别有用心啊 这是我的家事 你别忘了 你只是我云唐集团旗下的一个小经理 是 你立家的事 我不全顾问 但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来看看我女儿的同学 一个武器的小朋友 自己在家撞破了脑袋 你心事真大呀 如果有什么事情呢 就永远见不到你儿子的知不知道 你知道锦桓为什么不开口叫你爸爸吗 你给过他安全感吗 他值得你依赖吗 你关心过他吗 如果你不能好好的爱护他 你干嘛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当父亲怀的出身 这可是为了一直有点不够好 因为他还在与后亲怀的安全外 陈默默你管的也太宽了吧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支手画脚的 他怎么没有资格啊 他站在一个母亲角度 叫婷婷怎么转好父亲 你看 他把女儿交得多好 他就有资格说 老人婷婷 你把公司管得到没错 把你作为父亲这个角色 你要好好想想 你进全城了吗 既然帮雨默默说话 那个贱人简直阴魂不散 竟然连丽怀义也站在他那边了 就算是这样子 那他也不是丽家的人啊 可是阿姨你也不是丽家的人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小丫头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就不是丽家的人了 我可是挺真的无呼吸呢 无呼吸就是没有结婚的喽 行了别吵了 今晚还要休息 你先回去吧 你也出去吧 这里不需要人 我看今晚最想离开的是你 雨晓就说的没错 你看看你这样子 是当父亲的样子吗 今晚受伤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你喝醉了睡着了是不是 你心可真大 行了 他要留下就留下 你要是想要留下来的话 也留下来好了吧 我为什么要留下 我到这本年 没空跟你收拾蓝团子 我还想多过两天呢 明白这 如此一来 可不就是爹地和妈咪的相处时光了吗 他要没发烧 你摸到额头做什么 小孩子生病很容易发烧的 如果真的发烧了 引起肺炎 还有很多并发症的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呀 说得好像这么一点 你又不是医生 我妈咪本来是要当医生的 那后来为什么要做医生呢 如果有了我 她就没空照顾别的小朋友了 所以就没当医生 据我所知 现在做医生是要经过七年制 正经医科大学毕业 可不是谁想要当医生就可以做医生的 我除了她步伤 所以 这些都是真错 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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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休息吧 我来照顾几个 刚好和他连络连络感情 给我查一下 云凤瑶那份亲自鉴定的真理 哟 醒了 没想到当初 你是为了生下这龙凤胎 才孝生你已经五年的 可真是伟大的母爱呢 你怎么知道 知道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的傻妹妹 你可真是傻的可爱 那不然你以为 我怎么加入利家 姐冒充景还亲生母亲的身份 算你聪明 只要我加入利家 这云家的家产我都给你们 看你 好啊 原来这些都是你龙凤瑶的骗局 一年 不是你看到这样子的 不是你看到这样子的 你现在给我给我出去 我会把这些都告诉天城 揭穿你所有的骗局 你受保了 让你是害这么的母亲 我问你一下 快远近了 姐你你别这么说 我来的 你一定会还你个公道 嗯 姐 姐姐 姐姐 我是真的喜欢天城 我们结婚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我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告诉天城 这种 原理就只有权势 我不会进 我利家干嘛 你 我居然去 她 严谣 严谣 你没事儿吧 严谣 严谣 醒醒啊你啊 醒醒啊 羽默默你想跟我逗 孙总我们已经正义了 羽默默 你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去的周晏他已经 撒谎 你又去看到你跟爷爷在争扯 你去帮我 你得让我失望 好紧张 交给我吧挺扯 好紧张 我带你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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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装好了 先从三倍 放心吧老眼人了 林默默看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 说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做呀 是吗 立还一死这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我爷爷已经躺下了 林默默 我这眼带真相 怎么连老爷子都是 黄阳 你别诬险我我没有杀人 我诬陷你 我堂堂云家道小姐 立庭圈楼婚妻 我有什么理由诬陷你 你不认为他逼我走吗 告诉你 以前是我太年轻重领的圈套 谢了军 你别叫嘴吵 既然你不认罪 那我就帮你认罪了 哎呀 你我好像招待招待他 让开我 他都不认识他 现在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太晚了 你我好难打 啊 这个 林默默 怎么样了 立法 林小姐 我在这里 什么 给我查 根据监控显示 确实是两名警察带走的 林小姐 这不是警察 您是说 林小姐被人绑架了 可该死他 干负我猎行车的女人 给我翻遍全程 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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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确实伪造了亲子坚定 我们的人 查到他出路过这栋废 如果这一切真的是林小姐干的 那他为什么要害老爷子 难道 老爷子发现了什么 该死人不要 竟敢算计划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该死人哪 叶嫂 刚才接到警局电话 你相信被你丢在警局的口了 我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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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叔叔 把人说要带到别墅 你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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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才会让我用那种感觉 对不起 是我太傻了 那么轻易的就被人摸毙 不是我 你怎么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您的人 他身上的伤都不是我们打的 你还处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人放了 是是马上去放了他 没事了 不怪你 不怪你 你还是爷爷的 不是我 我 我 你没事吧 爸爸现在就带出去 爸爸 我不要杀人 我没有 我相信 我的宝本女儿 怎么会杀人吗 你去这里 莫莫莫你受了这么多苦 回到莫莫 你辈子都远离你 对不起叔叔 莫莫是我儿子的亲身捕气 你不能带走他 可我是他爸 那不要再想 莫莫 走 走 走 莫莫我别走 莉总 早上好啊 昨晚 你儿子没在你身边睡 过得还好吗 你说什么 你孩子在我手上 立刻准备十亿现金 钱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 我绝对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你家好好的 你不要呢 一切都在监控中 目前没有异常 给我去查一下 警华昨天去了什么地方 警华 昨天出现在老城区那边区域 他去那里干什么 那里 是莫莫小姐的家 莫莫 你已经安全了 爸爸知道这些你 你受苦了 爸 小心呢 回来的时候家里没人 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什么 你身边不要再走的特别 莫莫你不要着急 爸爸已经报警了 爸爸不希望看到你和姐姐手足相残 不行 不能报警 李天生要是知道小鑫也是他的孩子 就会把他抬走的 我就算见不到他 我要去找小鑫 我要去挑小鑫 莫莫你干什么去 你快回来 莫莫 你九点晚上去老城区干什么了 难道爹地也发现我和小鑫回去了 发命令 全程封锁英雄药 是 好 好 好 李总 你是不想要你孩子了 如果不想要 那我就 你找死吗 跟我开这玩笑 看来李总还是不相信 好 那我就给你发一张照片过去 你可看清楚了 不是喜欢的生活 我小心 也是我的女儿 爸爸谁被绑架了 静雯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就回 你回回 你去哪 你要干什么 黄阳凯 我 我要你找小鑫 你平时无关心 不让我这么阻止 甚至对她们自己的运气 也挂了 即便你听她就知道 那就是她的情侣 静怀 好 我带你去 带你一定要听话好不好 李廷申 你是真不要你孩子了是吧 好啊 我成全你 不要 我 爸爸 要想去救她呢 来 我们走 李总 主任 启动一泄资源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我要立刻知道余默默的位置 是 李总 李总已经查到了 在城郊一个废弃的村子里 立刻联系警局 还最好的狙击手过去 是 我相信你 你觉得不能处理我事 我还没告诉你呢 你很难 你 把自己绑上 谢谢你不怕 快点 快点 老实点 是 是云凤洋指使你们的吧 林大小姐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 别想少花招 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立廷申 立廷多少钱你不知道吧 云凤洋能给你们多少 为清晨的给你们摆一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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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不要看到 这么大一个孩子 对对对 那小女孩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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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默默 即使爸爸在你身边 也帮不了你 我知道你女儿在哪 你一个人过来 一命换一命 你以后什么事你冲我来 小心还是个孩子 那敌生的孩子你都不放过吗 你的野种 我为什么要在乎 你到底还想不想让他活 在哪儿 我去在哪儿 你一个人过来 让爸爸离开 监视吗 别给我废话 一个人来晨曦 没想到你人不仅长得水亮 还是个聪明女人吧 不过老子早就想过 我要让丽亭晨用十亿仙金 来换他女儿的小命 而我代理你 这是丽亭晨曹 为什么小姐都会代理你呢 我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到 这狗崽子是不是不是他的手 谁别碰他 他会来的 丽亭晨一定会来的 喂 孩子呢 你怎么知道孩子没死 你的目的是拿钱 杀了他 你拿什么做仇管 还有一个 你敢杀了他 敢动我力亭晨的孩子 你还有命花 立总果然名不虚传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看一下这 是 你别碰巧 是 你别碰巧 上司就跟我靠邊 媽咪 媽咪 你別動我 你別動我 我求求你了 媽咪 媽咪 我求求你了 你給他出去 你別動他好不好 啊 如果你跟別體育有關心 會加到他那樣多 小東西 不想死就給我老實一點 好意思 你小心 立總 這下你能看清楚的嗎 要不要拿十一千金來換 錢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出來看一下 我就在樓下 一個人上來 別想耍花招 要不然你就見到你女兒的屍體 你 我帶來了嗎 二五狙擊的 別動 你 你要的錢我帶來了 車子也給你備好了 打開 開槍 你不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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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媽咪 立總 雲峰瑤已經被逮捕了 我去給你叫醫生 我好好的 我一定會給你 吃你的 牛奶 你不知 你不知